毛主席麾下最能打仗的四位开国虎将,素玉排第四,第一众望所谓。 对于我国的元帅、大将、上将等名人,大多数人都如属家珍,而谈及毛泽东身边最会打仗的将军,似乎民间没有统一的意见。 事实上,毛泽东手下有四位最会打仗的将军,一说到这四位,无人敢反驳他们的实力和战斗力,尤其是最后一位。 最会打仗的第四名是战神素玉,此人在抗战生涯中,一直被人称战会打仗,多次在人数差距悬殊的情况下,带领士兵赢得头筹,开玄归来。 此人打仗时有战术,有策略,有章法,打到日本人没脾气,屡历其功,而素玉大将这一生最出名的就是提出了淮海战役的设想,并成功扭转了解放战争的局势,可谓被新中国的剑律立下不朽的功勋。 最会打仗的第三名是刘伯承,人送外号军神,刘伯承元帅所打下的战役,向来被军中当作教科书来讲述,足以见了刘伯承打仗的厉害程度。 而在以往各种战役中,士兵都不乏看到他的指挥身影,为中国的抗战留下很多战争脚印,立下赫赫功勋,他荣马一生,积累下无数的经验和教训。 这些战术和战略的累积,拒沙城塔,使得他在同辈中出类巴翠,成为了与众不同的将军。 第二名是林彪,林彪在二十几岁时,就当上了军长,在战斗中带领的部队从来都是所有军队中的主力部队,是王牌部队,而他也成为了军队中擅长领队,指挥队伍的高级指挥员,深的毛泽东的信赖和看好。 三大战役中的辽沈战役是由林彪所主导完成的,历史五十二天形成了战场上关门打狗的大好局势,为后续的战争赢得了相当大的主动权。 第一名则是彭德怀,彭德怀作为元帅,他有着当军人的铁血和硬气,最擅长打的仗就是硬仗,多次在共产党父辈受敌时,都是他带着部队奋勇抗战, 也成为了所有军队的主力部队,征战沙场,英勇无畏,在朝鲜战争中更是付出了许多许多,其能力和资历都无庸置疑,深受百姓的敬佩和尊重。 感谢观看